大家好,下禮拜合作来到第二周 先看懒人图表合作的部分在右下角 第二周一趴大奖将开放旧棋荣燕 还有试玩关卡 而区域强化任务在第二周也即将迎来更新 也算是配合原作剧情更新 然后再来比较重要是礼拜四的时候 合作10抽稀有角色的几率将会有所提升 想获得稀有角色的玩家们 不妨可以在礼拜四会有更高的几率可以获得 然后再来来到自家日常的部分 礼拜一每天登陆魔法时 在下礼拜一到礼拜五登陆都可以获得一颗 一共可以获得五颗 然后再来是9月16号礼拜一 9月挑战将追加X华关卡 又会有两个更高难度的关卡 等待玩家们前去挑战 然后再来是礼拜二的部分 首先礼拜二为欢庆中秋节登陆送好礼 只要在期间登陆的话 就可以获得以上的这些 算是小奖励 然后也同时为配合中秋节 将推出道具活动任务 玩家们活动当中入手兔子灯笼 然后可以使用灯笼获得以下的随机奖励 除此之外 那灯笼的入手方式主要是靠 期间的福利关卡 每天挑战一次 那每次通关获得两个 期间最多挑战六次 共可以获得12个 以及召唤师基地生产 每24小时也可以生产一个 那最多可以获得6个 那到时候礼拜二就不要忘记咯 然后再来来到礼拜四的部分 会有复刻的地狱集 挑战的是这一张马卡斯 然后再来最后自胜的全员 在下礼拜六到礼拜天期间登录的话 可以获得体力回复基地支 那记得这是有时间限制的 好那么下周的活动就到这边 更多就是合作来到第二周 然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想要在第一时间收到新影片通知 记得订阅什么之塔 关完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